第124集 不多时 两人来到了青山脚下 叶浩轩把车停到一侧的停车场 跟许彤彤一起沿着弯弯曲曲的台阶 向山上爬去 也许是这里人声沸腾 也许是这里隐隐的烦歌声 许彤彤只觉得心中莫名其妙地安定了下来 叶浩轩一手拉着许彤彤 两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台阶 向山顶处爬去 青山并不算很高 但弯弯曲曲的台阶 也怕又不下上千个 当走到山顶的时候 许彤彤几乎要累得双腿都要断了 他恐怕从小到大都没有爬过山 今天走的路让他气喘吁吁 休息了一阵叶浩轩笑道 走吧 心承则令 我站不起来了 许彤彤扁扁嘴 他说的是实话 他真的站不起来了 你应该庆幸你今天没有穿高跟鞋 不然的话 你现在腿都断了 叶浩轩笑着伸出手 许彤彤伸出手 叶浩轩微以用力 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青山寺里香火鼎盛 来这里求香的善男信女 络绎不绝 在寺正中央的一个大香炉中 满满地插着香火 一阵清香的气味弥漫在寺中 鼎盛的香火 沸腾的人声以及一生生的沐鱼和送精声 让许彤彤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去吧 上炉香 顺便许个愿 那些不该记得的东西 就会忘记的 叶浩轩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清新皱的力道在里面 让许彤彤的心情在这平静的瞬间将杂念尽弃 他微微地点点头在一旁的香火摊上 取了一根拇指醋的香 在明火上点燃 学着其他游客的样子闭目 许愿 上香 在这一刻 他的心才真正的平静了下来 这几天来一直缠绕在他心头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这瞬间 被他忘得干干净净 之前他遇到的东西 给许彤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噩梦 叶浩轩用轻心症 半加上心里的暗示让他彻底的忘了 或者说不再害怕那些东西 不然的话 这些东西极有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 上完了香 两人又走到了正殿 正殿中一尊金身世家谋尼塑像 无悲无喜 许彤彤并没有拜过佛 他只是学着其他人的样子 跪在蒲团上 磕头许愿 倒也做得像模像样的 旁边的功德香前 一个小和尚走过来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女施主面容清奇 必识大富大贵之下 捐点功德吧 佛祖会必有你的 许彤彤犹豫了一下 捐多少呢 和尚笑道 功德香是随缘布施 大家量力而行 布施供养点零钱就可以了 许彤彤犹豫了一下 扯过一边的包 将里面厚厚的一叠钱 全部塞了进去 女施主果然慷慨 大善 阿弥陀佛 那和尚笑得脸上的肥肉都在发抖 那一叠钱至少也有个万八千的吧 现在这样慷慨的香客真的不多了 叶浩玄灯使无语了 这些和尚们花言巧语 忽悠香客捐钱 许彤彤没来过这地方 竟然被这和尚忽悠进去了 这位施主 我看你与这位女施主服援广厚 让我算算因果 和尚边说边真的掐指算了起来 片刻后他方才吃惊地说 两位施主果真有缘 今生因缘必成 大善大善 施主捐些功德吧 哼 其实这些四里的和尚 察言观色 看到年纪大的人 便装模作样地说 前世福报极好 必长命百岁 看见气势不凡的 那一定是当官的 他就夸一句 官路坦途 看见年轻的男女 不用问 这一定是情侣 你说他们姻缘极好 那是错不了的 其实这些寺院里 跟黑店宰客的差不多 深暗人的心理 只要夸得你飘飘然了 让你捐点钱 你应该不会吝啬吧 叶浩轩和许彤彤年纪相仿 又是俊男美女的 这不是情侣是什么 许彤彤一争 瞬间羞红了脸 暗想自己跟叶浩轩 真的是和尚说的那样吗 叶浩轩无语 这个和尚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现在已经招惹了够多的女孩了 再招惹这是作死 而且 这和尚语气夸张 一看就是忽悠人的老手 为了不让他这张嘴乱喷 叶浩轩连忙走上前去 伸手在衣服里掏啊掏的 和尚直晓得合不拢嘴啊 这女孩出手这么阔绰 这男的应该不会比女孩更少吧 只是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 叶浩轩掏了半天 摸出一把硬币来 这些硬币从一圆到一角的都有 叶浩轩顺手摸出一枚一毛的硬币 从容地走到功德乡边 丢了进去 和尚只觉得胸口的气息一致 差点被叶浩轩的动作憋出内伤来 有这么实实的吗 一毛钱 掉在地上恐怕都没有人愿意去捡 许彤彤亚然地看着叶浩轩问 你不多捐点 不用 大师刚才也说了吗 功德相识随缘不实 大家量力而行 我是个穷人 所以只有向佛祖略表心意了 说着 还瑟瑟地向和尚一笑道 大师说是不是 虽然差点被憋出内伤 但那和尚还是满脸堆笑地点头道 是 施主说的是 随缘不失 随缘不失啊 现在越是香火鼎盛的寺院 越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些寺院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变得商业化了 就像这家寺院 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里面也不知道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地方 大家不过是花钱求个心安罢了 跟许童童在寺里游玩了一番 许童童童终于鼓足勇气问 刚才那和尚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真的 叶浩轩诧异地问 就是 许童童站红了脸 小声说 就是你 和我有缘这件事 叶浩轩随即醒悟 暗想今天不会又招惹到这位许大小姐了吧 她连忙道 这些和尚是胡说八道的 你不要往心里去 哦 我随口问问 许童童看她过激的表现 微微有些失望 走吧 再到前面看看 金山寺并不算很小 里面装饰的金碧辉煌 处处充满着商业化的气息 把这里当作旅游的地方还是不错的 寺庙的大门外 一群人围在一起 人群里面还不时地传出哭声 透过人群 只见一个男人 正抱着一个孕妇在哭天喊地地喊救命 显然是这孕妇的丈夫 一边的一个妇女应该是孕妇的婆婆 一边双手合十地念叨着佛祖保佑 一边焦急地叫道 救护车怎么还没有来 这孕妇体内大出血 而且看那孕妇的肚子 应该是即将临盆地足月产妇 来了来了 医生来了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从台阶上爬上来几个累得像死狗一样的白大褂 和几个护士 人们不冤而同地让开了一条道路 人命关天 那个主治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产科医生 他顾不上喘息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 一些常用的医疗器械一字排开 医生上前一听心跳 心中咯噔一下 已经摸不到心跳了 抢救 身上腺素注射 另外一名年轻的医生也跑了过来 紧张地进行抢救 只是孕妇的心跳已经停止 心脏复苏失败 电击失败 那医生翻了翻孕妇的瞳孔 无奈地摇摇头道 唉 既然顺便吧 医生 医生 我媳妇怀的双胞胎现在已经足月了 你看看孩子 你看看孩子有没有救 孕妇的婆婆连忙拉住医生哭道 没用的 听不到胎心了 孩子保不住了 节哀吧 医生摇摇头 医生 你救救我老婆孩子 我求你们了 男人猛地跪在地上 像几个医生捕住的磕头 现场的气氛有些沉重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你们也真是的 这种高龄的产妇 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你们让他上山来干什么 求神拜佛吗 一名医生喝道 我的错 是我的错 是我要他来拜佛求平安的 我的孙子 我的媳妇 佛祖啊 你开开眼吧 孕妇的婆婆 扑倒在地上 几乎要崩溃了 孩子们没尝试 难道你也没有 产妇现在已经是临产的状态了 你还让他上山 这山路就是正常人也受不了 何况还是怀着双胞胎的足月孕妇 医生有些发火地对那婆婆说 是我的错 我的错医生 你们救救我媳妇吧 对不起 这是猝死 之前没有一点征兆 心脏已经停止 瞳孔散了 既还顺便吧 医生摇摇头 与其他的医护人员 一起顺着台阶离开 哎哟 可惜了 这孩子年纪不大吧 应该是结婚没多久 还怀着双胞胎呢 她婆婆是神经病啊 这么大了月份 还敢让她媳妇来爬山 没办法 有时候人迷信 是没有理智的 其实就算是烧香磕头了又怎么样 我们来这儿 无非是求个心安 人们议论纷纷 表示惋惜 不一会儿 孕妇的家人和娘家人涌了上来 又是一阵哭天抢地 尤其是孕妇的妈妈 几次晕厥过去了 几位施主 这施主能处于佛门重地 也是浮渊造化 不如这样 将这孩子就地火化 贫僧几人做法超度 让他早日投个好人家吧 寺院的方丈等一众人 也来劝慰孕妇的家人 或许是出于对出家人的信任 经过简陋的商量 就同意了老和尚的话 一群和尚坐在场中 为产妇超度 半个小时后 送经完毕 一堆木柴已经被堆放好 上面浇了汽油 刚才在功德乡前的 那个肥头大尔的和尚 一手拿着火把 担长和时 微微地一举 手中的火把就丢下木柴 住手 随着一声大喝 围观的人们只觉得眼前一闪 一个人快速地跑了过来 那火把还没有落地 就到着飞回去 落到那肥头大尔的和尚的僧袍上 和尚一声惨叫 连忙扑灭了身上的火 可是 火把上的汽油沾到了僧袍上 火势越烧越旺 那和尚连忙心急火燎地 把僧袍扯下来 丢到一边去 光着膀子跑开了 干什么 你干什么 那和尚大怒 来人正是叶浩轩 如果不是他及时赶到 这火烧起来 这孕妇可就真的没救了 你干什么 我媳妇都死了 你还不让他安生 孕妇的婆婆尖叫着 脚上来 撕打叶浩轩 她没死 现在还有救 马上 叶浩轩喝道 你胡说 医生都说没心跳了 他已经死了 婆婆大叫着 如果你不想害你媳妇第二次 马上跪一边去 叶浩轩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让他心中一颤 连忙退了几步 年轻人 你是医生吗 孕妇的父亲问 是 我是医生 如果相信我 快来帮忙 可能的话 孩子还可以保住 叶浩轩喝道 好 我们相信 快快快 快去帮忙 孕妇的父亲 慌忙地叫道 他的家人 连忙跑上前去 亲家 亲家孩子都这样了 活不过来了 你让他安生地去吧 你不要相信 孕妇的婆婆话还没说完 被孕妇的父亲一瞪 吓得他连忙后退了几步 我女儿的事情 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 孕妇的父亲愤怒不已 都是女儿的婆婆信佛信的真诚 平时女儿在家里跟着她吃斋 生活轻苦 现在竟然临盆了 还要跟着她上山拜佛 如果不是因为爬山太过劳累 今天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孕妇抬了下来 放到寺里的僧人找到的一张床上 孕妇的丈夫看本来已经绝望 看到叶浩轩 仿佛抓到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她跪在叶浩轩的跟前哭道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我的老婆 我尽力 别打扰我 叶浩轩转身向许彤彤叫道 我车里有一个新香 马上拿过来 快点 许彤彤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她慌忙地点点头 结果叶浩轩的钥匙跑了下去 叶浩轩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 并吸凝神 双手如行云流水一般快速地在孕妇的身上扎下酒针 她暗暗地叹息现在刘老赠给她的三十八根保命金针不在身边 保命金针经历代名医把膜 早已经沾染了一些医器 再加上她 医器御针 会有出其不易的效果 她的银针虽然也不错 但比起那三十八根保命金针来说 还是差了不少 看来以后要养成 把金针带在身边的习惯 不及多想 叶浩轩针气暗度 体内的浩然觉运转不休 丝丝针气顺着银针的针维 渡入孕妇的体内 这小伙子是个中医 能救回来吧 我看她是虚张声势啊 心跳都没了 瞳孔都散了 真能救过来 她以为她是神仙 难说吧 既然她敢站出来 一定是有结巴刷子的 看这架势是有把握的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紧张地看着叶浩轩 用银针施救 一个个睁大双眼 不想错过一丝细节 叶浩轩把九根银针拔出 再次施针 这一次用的是还阳九针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 叶浩轩接连换了数种针法 她额头上开始冒出了细汗 每一种针法都是一气欲针 她的浩然觉已经损耗得七七八八了 最后将孕妇身上的鬼门十三针拔起 见许彤彤依然没有上来 叶浩轩咬咬牙 孕妇属于是猝死 但魂魏离体还有一线希望 只是眼下不借助助游浮露 是不可能让她醒过来的 只是她所需要的东西 都在山下汽车的医药箱里 许彤彤已经下去取了 没这些东西 她也是一筹莫展 不能再等下去了 叶浩轩的右手双指并起 凌空虚晦 助游浮露可以借助真气凌空虚晦 只是这样极为耗损真气 叶浩轩体内的真气 已经剩余的不多了 能够汇出浮露极为吃力 叶浩轩咬咬牙 取出两根银针 直接刺入自己的气海 丹田等穴位处 这种方法是压榨自己体内的潜力 让自己体内的浩然觉 在这一瞬间恢复 只是这方法的后遗症 就是在几天内 元气大伤